另外的消息来看到是台中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儿童医疗大楼 疑似是因为电线走火 在晚上的时候传出了火警 而起火点是位在三楼的空调控制术 那么这个熔烟是顺着空调管线了 往上面就篡伸到其他的楼层 整栋大楼三到七楼全部都被熔烟包围起来 180名的病患是匆匆忙忙的疏散 幸好是没有人员伤亡 隆隆黑烟不断从医院窗户篡出 云梯上的消防人员靠近持水柱灌旧 还得拿斧头破窗让浓烟散出去 19台消防车出动62名人力 更是占满了整条街道 还得紧急封路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儿童医疗大楼 晚间9点44分传出火警 起火地点疑似在三楼的空调室先冒出浓烟 透过空调管道一路从三楼往七楼窜 直到10点42分浓烟才完全扑灭 但大楼住的大多是儿童与重症病患 特别是六楼室新生儿病房 赶到医院的母亲找不到小宝贝 心机如焚 还要找不到重疯住院的老父亲 儿女交集的四处打电话联络 就是不知道父亲是否平安还是受困 那个名单里面也没有我爸爸的名字 很急啊 可以先一头乱这样子 对对对 IA厂火警受困了180名病患水平撤离至急诊室 所幸也无人伤亡 但折腾了一晚上 病患与家人都受到不少惊吓 这边新闻陈广瑞黄梦珍咒一的 SMG小组台中赛访报道